三位小媽祖 大甲媽九天八夜的 徒步繞情活動 這一次我們台湾大戴基團隊 同樣也跟著媽祖同行 而在徒步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到有一些信眾 他們是自發性的 準備了一些食物 還有節緣品 甚至一些消暑小物 要分送給其他的信眾 但是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原來在這背後 藏著對媽祖的感恩 有一位他是住在嘉義的顏先生 每一年媽祖繞進他 都會準備各項的物資 來分送給其他信徒 他說這是對媽祖的回饋 因為其實在多年之前 一場火燒意外 不只造成了孩子的顏面受損 一夜之間加毀了 什麼都沒了 而在他最困苦的時候 支撐他走下去的 就是媽祖 還有另外一位信眾 他是看到媽祖 就會有滿滿的感動 甚至一度說不出話來 他發生什麼事情了呢 我們就要來聽聽 就是關於媽祖更多的宣奇故事 三 二 一 大甲媽祖起家 大甲媽祖 三月風媽祖這個被稱為 世界三大宗教盛世之一的活動 在四月八號晚上正式啟程 雙手合十 恭送大甲媽祖 九天八夜徒步進鄉 超過十萬信眾 跟隨媽祖腳步 裡頭更有數不盡的信徒 與神同行 一根就是好幾年 是因為這是他對媽祖的承諾 我現在是二十幾年我每次下去 到五年才沒去 我大家都有去拜拜 陳阿嬤今年已經九十三歲了 就算現在行動不便 坐著輪椅 還是每一年堅持參與 全是因為八十九歲那年 經歷了一場鬼門關 但就在躺在醫院時 病房裡好像有了動靜 那是什麼聲音 陳阿嬤相信是媽祖的看顧 才讓他一天天慢慢康復 從鬼門關前走了一趟回來 而隊伍中跟著媽祖 一步一腳印的吳先生 已經是第三年參與 他說腳下走的每一步 都是對孫子滿滿的愛 一車請坐一車請坐一車 請坐一車請坐一車 請坐一車帶六車頭 請坐一車 孫子生出來不平靜 早產啦 這個放保育箱 放了半年 放半年 因為生出來的話 沒有重量 重量不夠 所以要放那麼 看的話心很不忍 看著小孫子在保溫箱裡 幼小的身軀 吳先生嚴厲滿是心疼 當下他跟媽祖 許下了一個約定 就給他下映說有平安的話 我就連續來拜媽祖走三年 招產的話 有時候眼睛跟耳朵會故障 現在都很好 三年都現在長得很高了 活動力很強 看著孫子一天天健康成長 吳先生嚴厲滿是欣慰 回想起落盡的路途 很長 很遠 不過他確實甘之如意 走了不會疲勞 很輕鬆 大概有神機吧 對媽祖的感謝 讓他完成了跟媽祖間的約定 大甲媽祖就像是信眾們 彷徨無助時的燈塔 給每位信眾的 是支持心靈的力量 我在最痛苦的時候 我一直變媽祖 一直變媽祖 然後就會 似乎會顯現這樣子 看到媽祖的那一刻 彷彿得到了撫慰 他知道心裡所有的委屈 媽祖都明白 我身體一向都很好 可是我去大陸玩的時候 忽然間就覺得不大舒服 去大陸照一隻光 他說我是直腸癌 突如其來的噩耗 信眾楊小姐完全不能接受 我身體一向都很好 真的我不敢相信 我自己有得過癌症 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時期 是媽祖給了他 對抗病魔的勇氣 自己一個人堅持下去 發療的也其實是我自己一個人 我假如身體好 我會繼續再走下去 他一路保衛 我都不會覺得累 而且我看到媽祖那一剎那 我真的很感動 對很多信眾來說 媽祖就像是一個信念 讓他們能夠度過那些 艱難的關卡 重新站起來 這樣子是我平常在賣的 有人說在遙境的沿途 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沿途上都能看到像這樣 任心的民眾 自發性的設休息鎮 要給信眾補給 感恩 回報 因為當時我們是 手心向上 現在跟手心向上 那個對比 從文部做不行 因為我這個會被打完 我只有跟很多眾神去求 我一定要做到 今年已經是顏大哥 第十九年擺愛心攤位 儘管自己能力有限 還是希望可以為媽祖 盡一份心力 原來背後的故事 藏著洋蔥 民國九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九號 我家發生大五災 剛好在後面我們跟別鄰居炮場 就是他已經在冒煙的時候 火那個塊木的東西要燒很快 沒有幾分鐘整片 大概十幾分鐘整片都燒了 當下他顧不得火勢 硬是往火場衝 因為心愛的女兒還在裡頭 那時候已經火燒起來 我還衝進去 只是可是他運氣比較不好 我沒燒到 我是頭髮這邊 都完全沒有而已 那妹妹是全身臉都有 看著年僅三歲的女兒全身包滿紗布 他自責也心痛 那時候送去成大的時候 我只有整個人都崩潰 當時那個成大醫院是說 他救起來的機率 大概只有三成到四成中間 在絕望之際 他到處祈求神明 我去新甘媽祖廟 阿大甲 還有嘉義天公廟 聖鳳爺廟 對中安有去笑 那哭到真的 哭到不哭 一直笑 一直跟救我們回來 所幸女兒救了回來 不過火災後所有的一切 復植一炬 一家人沒了家 生活陷入了困沌 一家五口 生價先讓五千多塊 不怕你笑 那五千多塊還是哪 當那一天嘉義 那個連愛食材會拿來給我們的 完全都沒收入 各界的援助 就像是一股暖流 嚴大哥鳴記在心 讓絕望的他 重新攔起希望 在他心中 也暗自許下一個願望 很多人都嚇我傻 你自己在牌風 牆蠻子 你又天然化紅水 但是我跟他們講一句話 我沒行不行 我跟所有眾神下的願 六口案就是 我們自己五口 要留一口給人家吃 雖然我們沒有什麼錢 但是當我們 手心上下 跟手心相上那種 對比感 一路上很多人的幫助 跟媽祖的信仰 讓他有力量重新站起來 現在他有了餘力 他說他要幫助 曾經跟他一樣 徬徨無助的人 因為他比誰 都更能感同 曾經增受他們的心情 大甲媽祖對台灣人而言 不僅是深厚的情感聯繫 也是台灣最普遍的 民間信仰之一 因此很多信眾 每年都要跟隨媽祖的腳步 用自己的方式堅持信仰 以天上聖母為主神的大甲正南宮 屬於大甲地區的重要信仰中心 這一座具有百年歷史的媽祖廟 香火鼎盛 但早期鎮南宮的天上聖母 其實是一位靈性人家的家神 1930年 是由一個林詠星先生 從梅州全家移民 來到我們台嘎堡 以前不是台嘎堡 也不是台嘎堡 200多年前 這個地下名叫做台嘎堡 他來就一開始就在家裡自己在拜 以前那個農業社會 很多小孩出生就 沒有到爭手 沒有到醫院就夭折了很多 所以這個林先生 把這個媽祖請來之後 很靈驗 人們一步早 早步把台嘎堡 大家都知道說這個媽祖很靈驗 所以去跟林詠世 林詠星參長 在這裡關採 關採給我們台嘎堡 南宮 小小廟宇香火可是忘得很 當時200幾年前的廟宇廟很漂亮 人家像頭和尺寸蓬中 所以已經重新翻第三次了 廟宇廟很大廟 但是我們很好吃的王生 牛客很多 這信仰都自己來的 的確一如媽祖落盡從早期的幾百人 暴增到現在的十萬競鄉大軍 與其說落盡隱含著神秘力量 還不如說媽祖給信仲的 是那份愛與感動 大甲媽繞盡中午已經來到 彰化西州後天宮 信徒在這裡休息用餐 有民眾準備了2000斤的玉米 讓香客享用 另外有台南的民眾發願 向大甲媽祈求爸媽健康 因為她的父母都在安養院療養 行動不便又失智 虔誠的信仲特別連續 兩年跟著媽祖一起繞進 也準備了上萬份的蝦餅冰淇淋 讓信徒們能夠一起享用 一年 要跟你說 冰淇淋 又傳出更多的東西 繞進途中 看到的不僅是信仲貢獻的愛心 還有很多的鼓勵 一起走的時候是我們兩個人 走在路上其實有點孤單 然後覺得好遠喔 但是這兩天跟著大甲媽一起走 就覺得一群人一起走 就那個力量都來了 然後走一走大家給你補給 給你祝福 給你加油 這一隊情侶黨首度嘗試 徒步環島愚人節當天 他們從台北開始徒步行走 7號當天剛好走到台中 再跟著繞進的隊伍一路往南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初見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就在 徒步環島中 他們說沿路走得很辛苦 還天天吵架 不過剛好趁著這次的機會 兩人邊走邊磨合 沿路他要蒐集一百個人的祝福 預計兩個月的時間環島一圈 並且將終點設定在 徒鎮事務所 兩人決定要互相許下終身 我們就是直接戴著身上的裝備 然後有黑的皮膚 直奔去登記 對 情侶黨一人一背包 走到哪 躺到哪 學會感謝 也到處認識其他人 讓這趟環島更具意義 但特別的是 走過這段艱辛的路程 未來結婚勢必能更加的堅定 而這段媽祖競香 也將成為他們人生中 最甜蜜的回憶 白沙屯媽祖競香 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信徒相隨 而沿途也不斷的有看到一些 感人的故事 甚至是神蹟 不過您知道這一項 競香的傳統是從何而來嗎 而它的目的地 又為什麼是北港朝天宮呢 據說這跟孝道 有著莫大的關係 而在北港朝天宮這邊 有著全台灣少見的聖父母殿 供奉的是媽祖林默娘的 父母兄姐的牌位 所以其實不只是白沙屯媽祖 包括各地的天后宮 也都會經常回朝天宮 來頁主盡孝 但是說到了孝字 其實在朝天宮 還流傳著一段 媽祖祖孝子的神蹟 � Rug surge 忻 v 亭 忻 iel 信徒熱情的簇永聲不絕於耳 這是白沙屯媽祖 每一年到北港朝天宮 靜相識的聲況 白沙屯媽祖所到之處 總是散播著愛與感動 但是關於這一個 淨香掛會的活動 到底從何而來 媽祖又為什麼選北港朝天宮 那我去就好像 比較一些平衡 比較一些經營才不會回來 所以不管哪一間宮廟來的重點 就是要抗亂 朝天宮的香火鼎盛 宮廟間的交流實屬平常 這樣的理由只是其一 理由之二據說是跟孝道有關 家簽皇帝就給他這個 他爸爸叫季簽公 他媽媽叫季簽公夫人 我們全境祖的高雄元旨路 所以在出這個女聖的媽祖 所以我們 真的設下聖的妙婦來全境爸爸媽媽 極快被香火遜黑的牌位 供奉的是媽祖的父母兄姊 在這麼多媽祖廟裡頭 朝天宮是台灣少數 供奉聖父母的廟宇 因為媽祖有風神 所以他雕形的形象 因為家人沒有風神 所以這就像我們家在拜神主拜 這個也算一種孝道 早期的媽祖廟 你為什麼不去北京建廟 要來調天宮 調天宮有聲有聲 他們也要來業主 業主建鄉 業主建校的美德 開啟了白沙屯媽祖的靜香之旅 據說到了日本殖民台灣時期 這樣的民俗傳統 向心利幼更為擬拒 黃棉花運動就在燒不辣 統合宿命 就是沒有一個宿廟 一個所在跟一間宿廟這樣 統合村都在燒不燒 因為其中的 有一些比較像我們中國那樣 都在燒不燒 在華民化運動的浪潮下 台灣傳統寺廟備受打壓 白沙屯媽祖也過例外 聽說在七老公別山東媽祖的車來 我們北京建廟宮驅禮 因為我們北京建廟宮有兩座總督的變 一個第五座總督 走九間走馬胎 這個第十三座總督 輸走令仗 等於拿成兩個總督 一個保護傘 全台灣省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有上總督的變 就是北京調天宮 統雜山 就是大政二連 就是民國二連 真的嗎 據說北港朝天宮 是少數被日本總督認可的 台灣本土廟宇 看看當年地圖上 昔日的北港媽祖宮還特別駐祭 地位很不一般 台灣總督府 鐵道部交通局 做的台灣地圖 台灣地圖這一張的意義 整個台灣它都沒有街燒廟 有一間朝天宮 為什麼有如此待遇 背後是一段媽祖獻齡神蹟 那只有你們的時候 他們夫人也帶來 但是他們夫人打鼻 都會...他不好 也跟醫生來看都不好 一間問藥也吃不好 總督夫人久病難癒幾個月後 就快放棄治療的她 健康竟有了明顯改善 讓總督又緊又喜 就沒有在吃藥 你手電腦手手好 她說 我晚上想想 有一個穿白衫的 會說帶孩子 來拿藥給我吃 我已經吃兩日去了 她說這樣 她又來你問 不怕她到底有什麼何方認輸 送藥的白衣女子是誰 夢裡開口一問 不得了 不可思議的神救援 竟讓日本總督夫人 成了媽媽 媽祖粉絲 加上朝天宮的媽祖金聲 是由樹壁和尚 在1694年 由梅州請到北港公奉 相較於傳統道教寺廟 這裡的佛教色彩相對濃厚 相傳因此 就得到日本官方的認可 她說呢 不然一百塊 一百塊算大錢 一般的公費 兩萬差不多十五塊 那一百塊 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北港朝天宮 至今香火不斷 流傳的神蹟也不計其數 最知名的還有這段故事 大陸前週也孝姓孝族 你說你老爸做生意嘛 早期都要做生意 做北港家在做生意 你知道的 這個交通通信幕很方便 所以他都很久不要在家裡 很久沒有在家裡 他不知道心事如何 父親與家裡失聯 孝子跟母親都非常心急 當他十五歲那一年 媽媽做了一個決定 我告訴你都沒有消息 那個小孩老父就帶他去台灣 去找他們老廢 怎麼知道這麼準 來到本港口的時候 要定力的時候 怎麼知道什麼 平准一個大浪來中平准 大浪拆散母子倆 孝姓孝子順利獲救 身無分文的他 只能在北港流浪 他就當這個本港家 孝姓孝子去找到他們這個 他們這個縁親 直接在做麻油 他這個麻油說 你要找他們爸爸 這裡也沒有 不然你回家幫我幫忙 一方便幫你探討我會這樣 多虧好心人 孝姓孝子得以在麻油行打工換宿 不過他沒忘了尋親這件事 決定到朝天宮 向媽祖請願 那媽祖說 你可以薄筆我 找找我們老爸跟我們老父 因為我們是花崗岩 你就讓我這支頂子要頂 從廟方保留的遺跡可以看到 花崗岩中間 有個依稀可見的小釘子 據說就是媽祖顯靈的傑作 這也代表著孝姓孝子的心願 被媽祖聽到了 果然沒多久了 他們大了 他們這個年輕的那些麻油行 大了一個人就從來 在把他們掛下 他探討的時候 這個人 這個人是我們六天在做生意啊 爸爸竟然找到了 幾天之後 不見蹤影的媽媽也有了消息 老婆還有一個 這個不留那些人 再來呢 來那邊賣媽祖的時候 他在探討說 我們最近一海鄉 去找到一個雜人 怎麼樣呢 跟蹤蹤 那就是媽媽 茫茫人海竟能接連巡獲雙親 這有多難 這個媽祖很認識 也不比他們 可以設定爸爸媽媽一家團 好住港董天 就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說 擺散一下危險 不要... 四大人走去才會友好 媽祖顯靈祝孝子的傳說 至今仍被盡情樂道 或許巧合 也或許是心誠則靈 不管是來自哪一間公廟的媽祖 要傳來的永遠都是 行善盡孝的理念 用正能量促進社會更美好 台灣大事 五湯半月季 各位好 我是俊相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 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 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騎士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 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 來看全台灣更多非常離奇的 社會案件囉 台灣大事長 您的家就只有我們 最新值得鼓勵跟支持 啊 五湯半月季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